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多一点和太空天文上的事情有关 之后我们就慢慢转去其他和地质相关的题目 画面上大家看到的一个什么图 我会说是月亮上面的整个图 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个月亮的图 就不像一般你看到 正面一个图,背面一个图 这个我会说是由中国科学院 在最近这个星期公布的 解像度最高、最清晰、最详细的月亮 整个所有的面积的图 即是将整个月亮由正面到背面 一次过图在一个橢圆形上 其实如果你说地球上的地图集 我们也会有个习惯 将整个地球的七大洲五大洋 将它图在这样的橢圆形的范围 现在这个月亮的版本 就由中国科学院公布了出来 如果比较 在美国也有公布过 一些月亮表面的地理图 但很多时候就集中在正面 背面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 中国因为近年 它那个常俄的卫星任务 就有长足的发展 所以就有很多 关于月球背后的数据 就独家 所以它就制作了 这个以往在这个世界都未有人做过 就是一个完全的 所有角度的 一个无论是月面和月背的 一个完整的地理长图 而不止的 它也公布了一个 就是关于整个月球上面的 地壳板块的图 就给了大家看 所以我会说 在这个关于月球地理上面 的测量记录研究 因为中国在常俄任务的努力 就令到他们可以继续 加上前人有的资料 来丰富了 亦给了一个独家的图像 就是关于整个月亮表面的地理 一个全记录 就由这个中国科学院 刚刚这个星期公布出来 大家有兴趣的 也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的资料 你会看到 上面记录了 有12341个撞击坑 还有有81个主要分布 在整个月亮上面 一个大型的盆地 还有很多其他 在月球上的地理结构 它也记录了 和把它分类了 整个月亮的地质测量 当然不会就这样停下来 对于美国 接下来是Artemis计划 准备再登月 或者在以前的阿波罗任务 也做了很多的采样 然后这个采样的任务 其实刚刚这个星期里 上俄6日再次发射 然后在节目期间 上俄6日的卫星 就飞到月亮 这次它也会走到月亮 背着我们的地方 如果你想像 因为月亮对着地球的公转 它对着地球永远是同一面 我们有个专有名词 一个叫朝直锁定的现象 就是当月亮 即使开头有一些自转 它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它的自转能量 什么时候达到最低点消耗了呢? 结果就是令月亮 只会一面永远向着地球 就不会再转走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看月亮的背脊 我们要特意找人走上去 去月亮的背脊 或者就像这个尚俄任务 兜去月球的背面登陆 当然有它的难度 因为你要 这些东西飞到月亮背面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卫星 去帮你做通讯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盲踪踪的任务 所以这个尚俄任务去到月亮的背面 而这个背面永远就是 你不能有其他方法直接看到 你就要找其他的方法 去把这些讯号接力过去的时候 令到这个任务是难一点的 我们暂时就知道 月亮背脊的撞击坑是会更加多的 这个不难理解了 因为月亮向着我们那边 就对着地球 由地球那方向飞过月亮的东西 很多就被地球自己挡了 所以更加多的撞击坑 就变成月亮帮地球挡了 就在月亮背着我们地球的那边 这个尚俄任务 它会登陆在大约哪个位置呢 如果你想像是看了一个球 就是月亮 它就会在背脊偏下方的位置登陆 也是靠近这个月球的下半 南半球 就未去到南极 在那边也是 之前未有其他人去登陆的位置 去采养 也是找一个很主要的 一个叫SPA盘地 这只是一个名字 在那里做一个地质的采养 所以你会说 上俄六号的任务 它取得到的样本 也是非常独特 尤其是对于月球背脊 那些土壤的土质 就有一个独特的数据 当然如果拍到很多的影像 也帮助它制作到 先前我们所说的 整个月面的地理图 这就是中国探月任务的其中一个贡献 当然了 未来2030年 他们也说 连中国也有他们自己 派人登陆的计划 在这里 在这里 要再提一提 我觉得 纯粹只是说 中国又再派卫星去登陆 那就是资料一个 但是我会觉得 为什么会特意 要选择上俄六号的任务 来说多些呢 就是因为 它有这么多个 上俄任务来说 就是能够 和国际的合作程度 应该是暂捨最高的 这里可以细数一下 其中有几个一起去 去借着这个上俄六号 去跟随着旅程去 然后摆一些仪器在月球周围 甚至乎是表面的 有哪几个国家呢 这就要数一数了 其中就牵涉到 巴基斯坦 它的一个叫I-cube的一个 这样的仪器 相信 会围绕着这个月亮 来去转动 然后去做一个影像拍摄 这个就是巴基斯坦的项目 就是它是为了想 能够去做一些 搜集到一些关于月亮的 一些观察数据 借助这个上俄六号任务 就搭一搭顺风车 但是有一些 我觉得都比较有意思 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关于月球上面表面的 地质数据 那些这样的搜集 譬如就是欧洲太空总署 它就有仪器 专门度下月球背脊 上面的地壳 它们承受的负离子 或者等离子体 它们的量有多少 所以欧洲太空总署 它有一个仪器 亦都是搭了这个上俄六号的顺风车 就摆了上去 就是从而令到我们接近 就会搜集到更多 不仅是用土壤回来就算了 是会长期在那里 搜集着月球背脊 承受着那些蛇线数据 和等离子体 那些密度是如何 使得我们 可以比较到 究竟月亮背脊 和前面的差异 会有多大呢 不同位置的时候 它的差异 会不会甚至乎 我们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另外有一个 也很有趣的 值得去介绍 就是意大利 亦都有一个仪器 就是一个 专用来反射激光的一个装置 就是将它放在月亮背脊 登陆的位置 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说回 这类的东西 就算是在最初的阿波罗任务 它都会放一些反射装置上去 我很记得 在大约是 我自己大学一年班的时候 一位很熟 做激光研究的教授 它那时就叫我们计算数 如果我们将激光反射器 放在地球的月球表面 然后我们在地球射上激光 然后碰到反射器 就反射回来 它的反射器是很简单的设计 就是一个叫corner cubes 它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很简单的 就是三个互相垂直的镜 就是镜 那个镜的反射能力很高 连激光都可以反射得很有效 那么它就能够将那些光 是由哪个方向来 就会由哪个方向 和你同一个方向 彈回去 即是如果你镜 不是这样的 镜如果一边 就是左边彈入 就会彈到右边 你除非是正面直射来 才是正面沿路走 但如果有那种 叫corner cubes 的这个装置 你就可以说 你哪个方向入 就哪个方向 同一个方向走 于是乎 就令到我们可以射一个激光 去到这个月球表面 上面有东西 反射回来的讯号 就确保反射回来 我们这个方向 令到我们去接收 令到我们可以很准确度 认识到月球表面 与我们这个地球表面的距离 这个就是 起码你知道有这样的作用 今次意大利摆这个 就摆在月球背脊 摆明就不是用来认识距离 就不是认识地球与月亮的距离 但它也有一个作用 就是未来 如果你再有一些 可能围绕着月亮的 那些定位装置 而且我们现在 都在考虑这些装置 我们准备在月亮表面的定位系统 有它的GPS 然后我们需要有地面 一些固定的参考点 来做定位 其实现在意大利去摆这些东西 就协助未来的月球上 运作的GPS 准备围绕着月球转的GPS 就有一个准确的参考点 在这里 所以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提的就是 由法国的太空部门 设计了一个专程测量冬气的仪器 跟随着上个6号的卫星 摆在月球表面上 为什么要量度冬气呢? 其实原来 这里未必很仔细能够介绍到 就是月球和我们地球一样 形成的时候 很多重元素 其中一些重元素 可能是去到有二三五 它们会衰变到一个位置 就累积到一些冬气 其实现在我们地球上 尤其是如果你说 花光岩的结构 你去到旧立法会大楼 很多花光岩建的 你很近的时候 你会量到很强的 由冬气而来的辐射 原来在月亮表面上 亦都非常之多 这些辐射 而且在太阳曬到的时候 会滲得更厉害 太阳曬不到的时候 会滲得更差 然后就是说 如果那个地方 月球地壳活动 是活跃的时候 它又会滲得更多 月球地壳活动 没有那么活跃的时候 它就滲得更少 所以在几十年前 已经有人提出 在阿波罗任务的时代 都已经50年前 已经有人提出 就是说 我们透过去测量 月亮不同位置 那个东西的变化 其实我们大约可以知道 那个地方 对于月球运动 是活不活跃的 所以去探测 来说 多一个手段 来探测 不同地方的月球板块 会是如何 所以完全是一个 月球地质学的研究 所以我想 所以对于很多 不同的国家 他有兴趣 这些地质研究 他不会放过任何登月任务 所以我觉得 今次能够加持到 尚俄六号任务 就是他的国际合作 令到他将更好的研究 帮助世界其他地方 一起带到月亮上面 我觉得 就是他很有意义的地方 就是这里 关于尚俄六号任务 如果有些有趣的事情公布 我们等他任务完成了 我们可能再跟大家跟进 转一转少少话题 但是和我们刚才说的有少少相关 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地质学的研究 很多时候找到 冬气的浓度有多少 或者更加会仔细的 就是冬气和其他的元素 有没有固定的比例 固定比例变成了 我们就知道那里的地质活动 有不同了 这种尋求不同元素的比例的手段 来找到地质的特征 是地质学经常用的一个手法 甚至乎我们去考古也会用的 那些碳十四的 也是因为生态上的原因 加上地理上的原因 令到有一些碳元素的同位素 锁在地上 有些就经过植物吸收等等 于是乎出来的浓度会有差别 于是乎就帮我们做到定裂 那为什么和我们现在画面上 看到这个有关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初步 但我觉得很有趣 大家会很吸引到 业界尤其是去从事 癌症研究的人 一些的注意力 就是有人说到 他要运用一个 测量地质学的手段 来尝试去找一下 身体上哪里有癌症 还是没有癌症的 这个迷糊 当然我们今天要决定 有没有癌症 我们知道要撤除组织 看看那些细胞的形态 和繁衍 我们就知道是否癌 那会不会有一些 是更加早期的征兆 更加一些我们都不知道 是还是不是 没有办法用目视的方法 或者没有办法用AI的方法 来断定一些组织 我们都有一些更加客观的标准 是否会是一些恶性的东西 那这里就很有趣了 刚才提到的 地质学内经常借助 某几种元素之间的比例 来看看 如何将不同的地质分类 现在有人从事这个研究 他就说 人的身体里面 正常细胞和癌细胞 都依赖着你要吸收 营养 然后拿食物 拿能量去繁殖 无论是良性和恶性 都是 当然恶性的东西 它继续游走 繁殖 不受控制 所以就是这个癌和不癌的分别 原来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我们这些生命 就是这些细胞 它去繁殖去增殖 就是长育的时候 它是需要拿碳水化合物 于是乎 除了蛋白质等 这些东西 它起码一定会拿碳 氧 氢 氢 这几个元素 由这个元素的化合物来拿回来 于是它里面就有这几个元素 最容易找到氢的地方 水分里面有氢 蛋白质里面有氢 糖分里面有氢 但是具体来说 它如何取得这些 我们就不再详细去提 现在发觉一个现象很有趣的 就是 一个癌细胞增生的时候 它里面拿到氢的重氢的同位素 那个比例是偏低的 就是说正常细胞来说 它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差不多 大约就是 6400份的正常氢 对一份的重氢 在外界和我们的身体 正常的细胞里面 它的浓度是差不多 比例是差不多 但是一到癌细胞的时候 这个比例就跌了一半 就是说在癌细胞里面的氢元素 如果你将它分析的时候 你就发觉 是有1,000个 1,000个 1,000个 这些氢的原子里面 只有1粒才是重氢 其他都是正常的轻的氢 有人就会说 会不会 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透过这个比例 已经帮我可以用很少的样本 就已经发现到 哪个是癌细胞 不癌细胞 所以为何这种地质学的手段 就是把原素里面 放下 计算一下 比例 做一个重量分析 然后 会不会成为一个 很轻便 很容易得到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 量性和恶性 整个因果关系 为何在癌细胞繁衍的过程中 特别是喜欢拿出正常氢 是特别排除了这些重氢 有没有理解呢 如果能够 连这个机制都搞清楚 整个因果关系都很清楚 大家就更加会倾向接受 可以用这种地质学的手段 来测试 哪些是癌细胞 就是完全的解决 令到我们有一个 很好 很轻便 很简单 亦都可以更加前期 去做一个预防性的检测 看看身体内 会不会有潜在的癌变 就会成为一个 很好的科技发展 这一节来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继续 谢谢大家